她是父亲眼中的骄傲 她是女儿心中的大山 她是女儿倾心致谢的父亲 她却是父亲深深愧欠的女儿 就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以此猝不及防的致歉 感激涕零的女儿该如何面对 很多时候你跟我说 你拖累我 你说我命苦 其实我从来不这样觉得 以此饱含深情的致谢 愧疚满怀的父亲又作何表达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共同见证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很高兴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新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在收看节目期间 打开微信摇一摇 就有可能获得现金红包 和丰富的礼品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白燕仪 出名的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美女主播柴子璐 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我感觉你身体有出问题 也不告诉爸爸 你才是13岁 你胃都快穿空了 咬嘴也不好 前两天看到你的照片 你又瘦了 想到你瘦了这么多嘴 爸爸心里感到累久 一日对不起 这些年 因为爸爸也受苦了 这父亲的话语 非常地亲生 看得出身体不太好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首先有请女儿唐娟 请坐 你爹 你爹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啊 身病了 啊 什么病啊 呃 那个 鼻炎癌晚期 鼻炎癌晚期 多少年了 两三年了 对 我爹 你爹 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吗 对 爸爸应该特别爱你啊 这个钱包里都是你们的照片 嗯 妈妈呢 嗯 我妈妈和我爸爸在初中时候他们就离婚了 你跟着爸爸 对 我想不出一个患病的父亲会有什么对不起女儿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我的胃溃疡吧 就是比较严重快穿孔了这样 可能对于爸爸来说他觉得我的胃病啊是因为我长时间熬夜啊做些饮食不规律啊这样引起的 鸟叶跟父亲的病有关 就是因为他生病了嘛 要挣钱给他治病 你有多重啊 90斤左右吧 多高啊 164 165左右 90斤是挺瘦的 嗯 你是减肥吧 没有 来我们有请父亲唐安玉 不用站不用站您坐着啊 感谢主持人感谢观众好好吧 您多大年纪啊 50岁 50怎么老成这样啊 我生了病 生了病 嗯 什么时候查出来的呀 有 你有死呢 医生怎么说 那他就说很严重 其实其实是这样的 啊 就是当时 我我爸最开始是不知道的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瞒着他 连我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 因为当时是我叔他们在医院 我已经开学了 通知我说 让我接受现实 说医院已经正式通知说 爸爸大概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现在已经快三年了 对 那就越来越好了呀 现在病情稳定吗 基本问题先是 这跟女儿有关系是吗 有 女儿照顾你 对 她挣钱跟我移民 还有带我去旅游啊 我买买衣服这些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大工不是一个农民大工 当初你和妻子因为什么离婚呢 嗯 我不打过这个回忆得清楚 这个现实记忆力不好 哦记忆力不太好 父母是因为什么离婚你知道吗 就是 嗯 两个人的性格吧 那个时候爸爸身体好吗 挺好的 爸爸打工 对 你上学 对 那一直以来 父亲对你生活上的照顾 嗯 好不好 无畏不至吗 哦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 我爸爸他现在在跟我说 觉得他 对我有亏欠呀 想道歉 其实对于我来说 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爸爸生病 跟我也有关系 因为他以前就是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 他也一直在工历上打工 很辛苦 他平时自己有病的话 他都 一直熬 实在熬不住了 他才会去一些小医院去治疗一下 我记得有一次 他在武汉打工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有一次他犯病 熬了几天 都熬不住了 就是老家一个叔叔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你劝劝你爸爸赶紧去医院 他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说你赶紧马上送他去医院 我说不行 我就马上过来 然后我爸居然没去 然后他买了一张火车票 硬是坐了十几二十个小时的火车 从武汉撑到了成都 然后到了成都一家医院之后 那个医生说 看这个病要将近两万块钱 他又飞着 又坐了一个长途大巴 又到了我们乡下 我们镇上的医院 他就想省点钱来给我 所以其实我爸爸他在给我收到钱 我觉得他很伟大 真的 所以我爸爸他现在生病 任何事情 我觉得我的一切努力 都是应该的 他病了 我也会尽我所有的权利去为他治病 为什么老是忍着呀 有病就要治啊 行 就是因为增强不得行 愈了还小 有大用 得多数又必须要钱 他母亲有没有给抚养费 给抚养费没有 你母亲这几年来看过你吗 看 就是抚养费这一块 可能之前都一直是我爸爸 我妈妈呢 其实在其他生活方面 对我还是很关心的 但是因为我妈妈 她本身也有病 她家庭情况也不好 其实她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觉得还是很 对我很好了 我妈妈之后已经成立了新的家庭 但父亲还没有一直 对因为怕这个后妈对我不好 对我精神上心理上有伤害 老唐啊 你想过再找个媳妇吗 没想过 为什么呀 因为自己挣钱不得行 孩子还要读书又小 老唐以前打工都是干些什么活啊 就是在工地上干活 就挣钱收入怎么样 收入不高嘛 一年可能挣得到一万 两万多块钱嘛 这你所有挣的钱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多少 要给女儿用 可能百分之九十多给她用 就百分之十留作自己的生活费 是吧 我大概有费用 我自己的外面 那你凭什么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没有什么娱乐 除了打工就是打工 就把钱都给她去花 是吧 那你对她的期望是不是也很高啊 结果是有时候说 我就说还能好好读书嘛 我也威胁了 就是说我说 你考不上本科 你就不读了 结果他考上了吗 结果他也考上了 你们村里边考几个 我们村里面对三个 那么一起就同学 他就是其中一个 你是不是觉得脸上特有光 嗯 是啊 我这个能 尽量能成熟一个大小 甚至不便宜 我是学艺术的 所以我父亲那个时候 高中压力比较大 也是这个原因 他用他的能量去支撑我去学艺术 其实父亲对你的期望很大 对 所以对你要求严格 对 但是在物质上绝对不对你怠慢 对 而且是就是一直都是超出他能力范围之类的 就父亲总是节省自己 对 但一定付出给你 对一定的 你去过他的建筑工地工作环境吗 没有因为那会儿在家里读书都很远 是武汉呀什么福建呀 或者说山西的那种矿洞啊那种 矿洞还下矿呢 挖矿 对 以前我都觉得我的父亲就像我的天一样 像一座山一样 从来都不会到 从来都不会到 直到查出病了 对 父亲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像今天一样沉默寡言不太说话的吗 对 我父亲性格就是这样 他一般很少很少说话 就是比如说给我打电话就是问 你吃饭没有 就是累不累 按时间吃饭 就是他话特别少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关心你 对 如果是我生一次病的话 就是打电话的次数可能一个小时要打十几次 很一会儿要打一会儿要打 非常集齐的 那打都说什么 就是好一点没有 你好一点没有 他跟其他的父亲相比 虽然话不多 但是在有些细节上非常关切 我觉得 我爸更多的是在行动上面 行动上 对 在查出这个患病之后 刚才女儿说你一直忍着不想去治 怕花钱 是吗 是这样 他最开始是一直不接受治疗 他说治了怕钱花了 但是他如果有什么意外 人走了 反而给我留下了一堆债 那我怎么办 这话说得让人特别难受 我记得他当时知道这个病之后呢 当天有一个演讲比赛 我们领导师让我去给那个学妹指一下 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给我打了三十八个电话 未接电话 全是未接 他当时就当天查出来的病 他全是记得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跟我妈不经常联系 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 我听到了说 他跟我妈说 他说你要注意身体 要照顾好自己 他说如果 他说我现在不行了 要是我走了 女儿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人了 然后他又给我一个姐姐打电话 然后我姐姐就说 他说你一定要治病 你不治病 他在学校也不会安心上学 他也会跑回来 就我爸从小到小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 不管他做任何一件事情 永远怕的是耽误我的学习 就是从来不愿意让我请家去 为家里或者为他做任何事情 但那次他说了 如果他要回来的话 就回了吧 回来看我最后一眼也好 就听到这句话 我就再也忍不住了 那天我就哭了 后来我一直在给他沟通 一天都 他都说他不治了 再回家 后来晚上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很长很长的短信 然后我唐哥第二天早上跟我说 我爸答应治疗了 他说他从凌晨半夜看到我的信息的天亮 流着泪开完的 好像我们编导还有这个短信的版是吧 对 老爸 你已经睡了吧 女儿很想你 求求你看在女儿的份上 接受治疗吧 我还那么小 还没有毕业 还没有出社会 还没有成家立业 如果没了爸爸 那会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就算挣再多的钱 过得再好 没了爸爸 我一辈子也不会快乐 一直以来 我们父女相依为命 你为我寒心如苦地付出了那么多 现在我慢慢长大 你怎么舍得丢下我一个人 老爸 我需要你 需要你在我身边鼓励我陪伴我长大 女儿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 战胜并母 就算是为了我 你也一定要接受治疗 我已经查过资料 也问了专家 都说了你这个病是有医疗价值的 有很多医好的案例 我知道你是担心钱 钱是挣不完的 但爸爸只有一个 而且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朋友都很多 他们都主动站出来帮助我 我的老师们也跟我说 若是有需要给他们打电话 前期的费用都凑齐了 你安心在医院住下 我过几天就回来陪你 老爸 从小到大都是我听你的 这一次 你一定要听女儿的 老爸 你一定要坚强 加油 女儿爱你 这短信你看了一晚上 我看了几晚 就我看了后 先我一直不接受 只能我看了过后 我就眼泪水下都流出了 就一想起 不值得来 女女又怎么不放心对她 值得来这个钱又成问题 这个以后 有钱下又是一笔大哉 就是有哪还 又没其他人上还 就感觉到自己累久 就是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女女 你觉得你是女儿的负担是吧 嗯 但其实你是她的精神之术 这个你跟你的前妻 一直以来是不太有联系的是吧 没没没联系了 那为什么那天就 打了电话给她了呢 不是我就说 韩拉就是说 把拉罐好就行了 你就要盯住他身边所有的人 你走了以后他们该怎么做 是这意思吧 对 他就是把我身边的人都交代了一遍 除了我妈 还有那些姐姐 这是最让人受不了 对 然后他还给我几个叔叔 说他说 以后他无论怎么样 我在不在 他读书一定要读完 我走了 你们都要帮我把他的书供完 你说这话怎么让人受得了 对 其实那几天我一直很平静 我身边我学校的老师同学 没有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 但就这几件事情 就让我彻底崩溃了 这个父亲后期的治疗 都是你去找的医院 对 费用大概花了多少钱 就那一半年可能 就光是医院里面 就十几二十万嘛 那你哪来的钱呢 那个时候我把前期的费用 就是借到了之后我就想 那我不能长期借啊 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研究 找资料去学做那个电商 卖洗发水 做得好吗 会做吗 最开始不太会 然后学 学产品知识啊 学营销方法呀 累吗 那个时候挺累的吧 但是就觉得家里 我父亲还在病团上 躺着等着我 他这么辛苦 我就只有一个心里 就挣钱挣钱挣钱 挣到钱了 挣到钱了 你还真是做生意的一把链是吧 学嘛 因为我觉得有压力就有动力 人都是逼出来的 那现在是自己是 现在自己已经有过三家公司 然后有过两家的微商品牌 那你是小富婆了现在 没有 没有 就很多人创业在最开始的时候 她是孤诸一致的为了成功 她创业不一样 是为了挽救父亲的性命 你最开始像做这种洗户用品的话 进货会非常累 你还自己要搬货呢 要发货呢 就是几十斤的那个洗发水 来来回回的几十项 要自己去搬 搬了又要发出去又要清理 然后最开始就腰椎就受伤了 每天工作的时间是到多晚 三四点嘛 因为没日没夜的 你要发货清单呀 然后要同事去销售啊 同事还要上课 都你一个人 对一个人 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百来斤 后来另一段时间集聚一下 就只有八十多斤了 那你确实是算挺能干 从一无所知开始做 看来你女儿受得特心疼 就是我干的它很辛苦 就感觉到自己累久 就是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刚才女儿说还带着你出去旅游 就是我来带我去旅游哈 给你买东西吗 我买衣服啊 带我去养十年了 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爸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 他化疗的时候 整个从嘴到喉咙 全部烂了 全烂了 现在听他说话也知道 他不太能发生的 他在病床上那种受折磨的 我也看不下去 他我走的时候 第一次走的时候 一百三十多斤 等我再次回去的时候 他九十斤不到了 就是整个人已经 我都快认不出来是我的父亲 我一到医院 他看到我一激动 那个鼻血一下就出来 整个病床上全是血 我在那一瞬间 我已经没有说 没有反应说 我要去给他擦鼻血 没有了 我转身就跑到卫生间 就哭得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也不敢当了他的面 所以我觉得他等他出院之后 我觉得我一定要在各个方面 带他去疗养 最开始我就想 我父亲他这辈子的心愿 就是我 我活得越好 我取得的成绩越好 他心情越好 他的病可能就越好 所以当我获得 我们整个海南省最高荣誉 拿到五四奖章 道德模范 全国大学自样之心的时候 我们去海南省搞了一场 大的世纪宣讲表彰 我就说 我一定要把我父亲 请到现场来 去了吗 去了 他坐在那儿 然后我就站在台上想 我在台上的时候 我都看到他的表情 看到他很激动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因为我知道他看到 我在台上那一刻 他觉得他是骄傲的 骄傲的嘞 对 老唐 对 都是值得的 你描述一下你的心情 我当时我就感觉到来 有这么一个云 我心里很高兴 但是我 这个眼睛是 我是认不住 一好多里出来 所以说治疗还是对的吧 要不然的话 你怎么可能看到 那一幕呢 对 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因为你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 这双重的煎熬 你会不会放弃 觉得太累了 不会 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就这么跟我说 最难的时候难到什么地步 后期要往医院里面一直打钱 但是那一段时间是被骗了 有一个朋友 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过来的 然后他就想一直跟着我跟着我卖 我就说行 然后他好像情况也不太好 我说那你就卖吧 我把货发给你先卖 你挣了钱再给我 然后我就把货都给他发过去了 都给他发过去了 到现在他的钱也没打给我 就是 本来就没钱了 所以 那个时候医院里面也要要钱 然后又要快到学 交学费的时候 然后我的学费呢 又给另外一个同学交去了 我说 另外一个同学家庭情况也不好 我说你去交吧 我还能挣钱 然后我身上就只剩下38块钱 坐在路边坑白面馒头 那这个女生其实最值得骄傲的一点是她再这么苦 她都没有去向别人伸手要帮忙 她一直是靠自己在扛 这些事她以前没跟你说过吧 你没想到你对女儿这么爷们 那就是 她伍得很辛苦 我爸他其实现在他记忆不太好 但是他永远都记得这些事情 所以他刚刚说我带他去旅游 赶买衣服 他治完病之后 我又有一个信念说 我爸在医院里受了那么多苦 我一定要带他去享受享受 就是一切我可以陪着他 可以让他开心的一起开心的事情 我都一定要去做 因为我知道他治病的时候受了太多太多的苦 那显然你每天忙这些事 每天一个信念为了父亲 你肯定也没谈恋爱对吧 是吧 后来有谈过啊 我说那段时间没谈 那段时间肯定没有 那时候就没有一个男生站出来帮助你吗 最开始是没人知道 等有人知道的时候已经 已经风平浪静 已经雨过天晴了 我已经有能力来做任何事情了 但是那个时候 希不希望有个男生能帮助你 那个时候我反而不许不想要 第一我从来没有想 最开始我都没有想到 我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任何人 所以当时身边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 老唐 特别希望有个人能照顾他吧 这现实他没比你的吗 啊 没这种希望的现实我 他是说我现在还没有毕业 我爸一直以来都是以学术方面 就希望我一定要在这个 包括我现在正前读书 他都害怕影响我的学习 你已经毕业了 他肯定担心有没有一个好男人陪着你 啊 来 三位老师 先请两位女老师来解读一下这个女人是怎么练成的 听了你们的故事 其实我刚刚想起来前段时间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一个故事 他父亲不久前查出了有肺癌 没几天他就把工作给辞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拼搏了十多年 终于坐上了这个高管的这个位子 不到半年你就把工作辞了 你不可惜啊 他说我爸爸没人照顾啊 我说那你就找护工啊 护工怎么可能有我照顾得好 工作事业可以再来 爸爸不能再来 我说那你的孩子怎么办 你说你要让你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你现在没有收入了 你怎么让你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怎么让他去出国 他说没关系 因为母亲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家庭就是孩子最好的学校 对 所以听了你们的故事 我就想起他的事来 我觉得真的这种 父亲对女儿的那种感情很深沉 他不说 但是他爱得非常的真挚 只有作为女儿的用心去感受 唐大哥 您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是想跟他说谢谢 是吧 我带你的女儿帮他说一句 我相信他自己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他一定会说爸爸不用谢 只要你好好的活着 陪在我身边就够了 因为我也是做女儿的 我只要在我爸爸床前能够尽孝 在他生病的时候 我可以给他端茶倒水 爸爸能长久地陪在我身边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您能坚强地活下来 您能坚强地选择去治疗 我觉得你也是个好爸爸 谢谢你们来了 祝福大哥身体健康 祝福唐娟也身体健康 谢谢老师 其实唐娟我刚才一直在思索 你曾经应该也是一个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创伤你有 初中的时候离异 变成了单亲家庭 这个创伤你也有 爸爸的少言寡语和爸爸的 不是特别善于交流 那这个心灵上的孤独 这个创伤你也有 为什么一系列的创伤之后 最终是成就了你 是因为你的爱是 就是搁在自己的家人身上 而不是在爱自己 所以这样的一种 我们把爱的着眼点 放在我爱的人的身上 而不是说我是世界的中心 你们都必须得对得起我 都必须得爱我 我想我们的创伤 可能会被自己治愈 所以这一点 真的让我特别地感动 你的爸爸你刚才说 他不善言语 但他很多的行为 给你很多感动 确实在今天 我想可能这个放话聊 也对他的理解力和表达力 都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记忆力 但他今天依然坐在这里 依然要完成这个过程 这就是对你最大的爱 这也是给我们最大的感动 所以今天谢谢你们来了 在此没有任何的话语 只是祝福 祝你以后能够快乐健康幸福 能够不管是在生活 还是事业学业上 都有自己想要的那种 轻松的愉快的享受 也祝爸爸能够身体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 你的父亲由于疾病的原因 他的表达是我见过的最差的一个 但后来我觉得这是一期可能很棒的节目 你父亲不用说话 你看他的眼神就够了 从录制一开始那一刻起 他就没离开过你 那是一双父亲的眼睛 他没有自己 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 在乎自己的疾病 他的眼里只有你 这可能是支撑你迸发出内心中巨大的能量 你的小宇宙点燃的理由 这个原点 值得我们所有 所有看这些节目的人 去认真的思考 我希望更多的小宇宙 因为这样的理由被唤醒 而不是别的东西 相对于 这样的小宇宙 成功 名利 轻入后报 但是更可喜的是 这个小宇宙点燃的结果 是个善意的结局 你能挣钱 你当了总裁 我希望这样的东西 都有好报 其实彪悍的人生不用解释 一个真正成功的人生 不是拿着一手好牌去赢 而是把一手烂牌打好 从一开始 唐娟登场那一刻起就没有一句抱怨 面对命运的不公众 她一直在努力 她压上自己的全部 她没有抱怨别人一句话 这样的品格 对得起海南 你的同学和学校 以及那个省给你的荣誉 父亲我只有一句话 唐娟是你的骄傲 骄傲的原点就是因为你 撑起了唐娟开始 点燃自己的争承 你是她的起点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 她不仅仅是你的骄傲 她是我们的骄傲 因为她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 我有理由肯请你 多活进去 去分享骄傲带来的喜悦 让你多一次 再多一次的泪流满面的 看着你的女儿 为她鼓掌 谢谢 西方的一个老学者 把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名著 类似于像西游记啊 神话故事啊 还有类似于战场上的英雄等等等等 全部都集结在一起 她会发现 其实这所有的文学题材 都是一个形式 就是每个人的英雄之旅 从最开始的英雄的诞生 到最后英雄的挑战 磨难 几乎所有英雄的那个故事都差不多 你们俩的故事也差不多 是吧 父亲给了你一个成为英雄的机会 你跨越所有的艰难险阻 非常困难的完成了 很多人完成不了 甚至一个男人完成不了的事情 现在你获得了你应有的 父亲的健康的身体 也获得了周围人的赞叹 而父亲呢曾经一度失落 但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并不代表他就不是一个英雄 和所有的父亲相比 他的那种担当责任 客戟 这也是一个英雄 其实说你们俩之间 有的时候不像父女知道吗 叫英雄惜英雄 彼此之间互相支撑着走到现在 我建议在下面这个环节 我们有史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换下节目的规则 把女儿和父亲换一个位置 让女儿来感谢一下父亲 同时也对父亲和将来 以及自己做出新的展望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谢谢你来 对父亲 对父亲 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说过话 小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交流 但是你做的一切都在我心里 就很多人很多时候你跟我说你拖累我 很多时候说你说我命苦你让我受苦 其实我从来不这样觉得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尽相同的 有的人出生就含着金钥匙 有的人出生连爹妈都没有 但是从小到大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 你居然让我过得这么好 比很多人都好 所以今天你说你谢谢我 其实是真的是我谢谢你 因为是你给了我动力 从小到大 你给了我的东西我觉得都无法用语言形容出来 就像是一个没有读太多书的人 一个连写字都写不清楚 文化不高的人 居然知道读书很重要 居然知道上大学很重要 居然知道就是不去看病也要省钱给我读书 不去治病也要让我过得更好 所以今天说我谢谢你爸爸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辛苦了 爸爸最重要的人是你 我希望你保护好身体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爸爸送你一个小礼物来 爸爸为什么要送一只手表给女儿啊 希望能保住身体按时吃饭按时休息 按时吃饭按时休息 爸爸给他带着 这是大家都知道 这女儿啊 这个小的时候你可以抱抱她亲亲 大了就不让你抱了 你有多久我没有亲信他抱抱他 没有 没有啊 抱抱呗 让爸爸抱抱 来到这儿 好久没抱了 哭成这样 以后啊 不管什么男人抱你 都没有这种拥抱跟温暖 是吧 爸爸说得很正确 送一支表给你 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如果你的身体 但凡是会有一点点差时 父亲更会加重自己内心的负担 会认为这是我一手造成 你是他最骄傲的一个作品 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份骄傲持续下去 老唐再见 继续好好地治疗 总有一天能更治的 好吧 你还有大把的福要享呢 好不好 来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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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今天 是我谢谢你爸爸 谢谢你 这几年你辛苦了 爸爸最重要的是你 我希望你保护好身体 健健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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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唐走路都是这样走的 老实人是一个非常踏实的老师 他这辈子 他这辈子没别的梦想 没想再找漂亮媳妇 也没想发财 甚至没想到一些新鲜玩意儿 他所想的就是能够让这把老骨头 能够为自己的女儿多做一些 能够让她少承担一些 但往往是这样的一把硬骨头 却制作了这么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 能够比她更加有潜能 有勇敢的这样一个女儿 希望他们俩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越来越幸福 身体越来越健康 好的 如果你也有任何的抱歉想要表达 或者是感谢的话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像他们一样来表述自己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